央视一直在业内都是权威的存在 央视主持人的选拔更是非常的严格 不仅仅要长相过关 主持功底和实力也是要出类拔萃的存在 因此想要进入到央视工作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舒东就过关斩将一路来到央视 成为大众心中的男神 如今低调的他靠着等着我节目 让大家见识到他才华横溢以及扎实的主持功底 身为北大才子的舒东感情非常美满婚姻 十分幸福 如今舒东妻子曝光是大家熟悉的他真是太般配了 舒东是一个的地道道的北京人 他从小能说会到聪明伶俐一直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在高考时舒东也不负父母的众望 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法学院成了撒贝宁的同门师弟 在大学期间舒东对主持行业没有太大的想法 他心里面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一名律师 但没想到在大学时他意外地接触到了波音主持 品学兼优的舒东在学校是个积极分子 除了学校成绩优异还有许多的爱好 舒东常在学校参与各种晚会主持的活动 他曾担任过北大新闻的波音员 也是这段经历让他对波音主持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决心要当主持人 毕业后舒东去央视的电影频道 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实习 2006年还抓住机会参加了央视举办的全国主持人选拔赛 一局进入决赛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进入央视的机会 并在两年后有机会担任 央视社交中心出品的节目状元360 2014年舒东正式加盟央视公益节目等着我 这档节目做成了王牌节目 同时也把舒东做成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央视名主播 而舒东作为大家熟知的主持人 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至今还没有娶亲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有七年的婚事了 他的老婆就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一人刘青 两个人都是作为公众人物 选择隐婚一方面是为了两个人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害怕媒体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私生活 如今的二人依然恩爱有加 相信他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对此你们怎么看的欢迎留言评论